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那我們現在就請各位看到 你們手上所拿到的 第二個單元的第一頁的講義 那同樣的我們的講義 你們都只要看正面 這是第一頁 後面其實都是在利用的 那麼這一份講義很大的一個專題 事實上我們單單這個講義 就會發給大家三頁 所以我們隨著進度慢慢的發 好 這個慢慢有點恐怖的預告 好 那所以呢 請看一下這個單元是趁與世的表達策略 那麼這個手法在《紅樓夢》的創作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在於《紅樓夢》是出於一種 追到前程往事的一個 所謂的追憶的一個角度 來對於他所經歷過的一切 以及他所認識的這個世界 整個整合在一起的一個 胸有成竹式的一個寫作 所以他作為一個建立在幻滅前提之下 然後回顧過去表達眷戀表達哀悼的 這樣子的一個立場之下 那麼即便他在續寫那個事件正在發生或正在進行 然而他都已經很清楚的預知他必然面對的這個結果 而這個結果當然幾乎都是悲劇性的 所以他在寫作過程當中 往往透過很多襯 也就是一種預告的方式來留下線索 來作為一種暗示 那麼這樣的寫法呢 老實說操作過度就會非常的失敗 因為他會讓整部書像是占卜書 你好像在讀《紅樓夢》的時候 是在運算一個大型命盤 找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找到一些證據 你好像用塔羅牌 把《紅樓夢》當作塔羅牌 或者是當作紫薇斗樹 然後就去研究這些人物 在這些文字的線索裡面 到底暗示的是什麼樣的下場 好像我們很多讀者的興趣都在這裡對不對 因為人性嘛就很喜歡算命嘛 所以如果能夠把小說 當作這樣一個算命的命盤來看待 好像也是一種閱讀的樂趣 但是我們講到這一點 要提醒大家的是 《紅樓夢》他的關心點 不是要讓你去算命 他自己也不是為了算命 或者達到一種獵奇好逸的心態 然後才來用這種趁與世的表達方式 來進行他的一些寫作 那麼吳寧說曹雪芹事實上 他採用這個做法 他其實是不希望我們過度穿著附會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首先應該要先釐清 不要把《紅樓夢》老師當成是一個 我們總是很好奇他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以至於就在裡面推敲 找蛛絲馬跡去進行對號入座 然後去進行種種猜測 那這個當然是很吸引人的一種讀法 然而那會讓我們誤入歧途 那我在想我們要好好認識曹雪芹 到底怎麼樣運用這個趁的表達手法 我們才不會混淆他的奮計 而讓我們做出錯誤的解讀 這是我設計這個單元的一些原因 當然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我後來發現一個連我自己 在進行研究之前都意料不到的一個發現 那就是原來這個趁的一個製作背後 竟然還隱藏了曹雪芹的一些價值觀 那這個已經不完全只是一個 寫作方式上面有趣的一個手法而已了 所以我想我們把這個單元 要做這麼大的一個分析 就因為我們就在一些類型混淆當中 對於小說的很多的文字做出錯誤的解釋 這個是我們首先要澄清 第二個我們怎麼樣 除了避免錯誤的消極目的之外 我們更積極的去從小說當中找到 作者想要傳達的更深刻更優微 而表面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我的雙重目的 所以首先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那麼知彥哉就已經說了 這部書創作手法非常的複雜 他吸收了傳統各式各樣的一種文化資料庫 那因此其中有一些密法 意不負少 有一些很特殊隱密表面上看不到的手法 那麼這些手法包括什麼呢 請你們看我們的影文第二段 就是其中隱語驚人驕人不一而足 他說小說中有很多的隱語 什麼叫隱語呢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解釋 那不只知彥哉這樣子的提示 後來的這個評點家讀了《紅樓夢》之後呢 他發現尤其第五回 不要忘記喔 第五回是不是很重要的 那個人物判詞 那麼首先那麼完整的全部提前 那麼呈現出來 那他就發現第五回的這個保育神 猶太虛幻境所看到的這個判詞呢 他說十二猜測多作隱語 你看他也是用到隱語這個詞 所以這個隱語的手法呢 有象形 有會議 有假介 而指示 絕少 那麼就重點在於呢 讀者能不能靈敏能猜呀 好 那這段話很有意思 首先他也是呼應了 或者是他也認可了 《紅樓夢》裡面有很多的隱語 可是他第二個提醒我們的是說 隱語的方式有哪些 有象形 會議 假介 而沒有指示 他用的是不是中國所謂造字的六 六書 有沒有 那麼當然這個是一個借用 他當然不是在講造字 他只是說那些隱語的設計方式呢 沒有指示 指示就直接告訴你 那當然就不叫隱語嘛 隱語一定是用閃爍的 隱約的 讓你要去猜測的 但是那個方法有很多 已經是被運用 而因此可以成為一種手法的類型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簡單介紹一下 所謂的隱語 它是修辭的一種形式 它就是文字的一種表達 但是它特別叫隱語是因為它的表達 是要用隱約閃爍的話來暗示本意 所以本意是不能直接說的 因此周春也就是說 隱語當然沒有用指示的方式來表達 然後呢 那麼隱語的類型有很多種 那麼小說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所謂的秤 那麼來先請你們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這邊有一個補充 那隱語跟秤有什麼不一樣 來 請你們看一下這個螢幕的部分 這是我自己在做過一個研究之後 從文心雕龍 從一些它的舉例 它的用法 我做了一些考察 發現說 原來隱語其中的一種是秤的方式 但是隱語跟秤的一個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一般上來講 隱語比較偏重 喻言式的言說趣味 什麼叫喻言 同學你們看一下 這個喻言是用這個喻字 它很明顯 上過文學史的同學都知道什麼叫喻言 我們在座的沒有二年級 比較少二年級的 喻言我們講過 喻言一定是在講一個短小的故事 它是有情節 有故事 而且它有一些教訓的意義 它給你傳達一些道德的訓誡等等 所以呢 隱語一般都是 就是透過一些簡短的故事 然後來傳達一些暗示 那麼多少會有一些言說的趣味 或道德的歸誡 這個是文心雕龍它沒有名講 但是我考察它怎麼樣去具體闡述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偏重是在這裡 可是秤語不一樣 秤語屬於隱語中的一種 但是當你用秤這個類型來 來表達的時候 它指涉的是比較集中於 對禍福吉凶的喻言功能 注意 它已經改變成這個喻言 就是我預先暗示跟提示你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跟剛剛的那個喻言同音 但是不同字 而且他們的意義 事實上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呢 那麼你可以看到既然秤語是比較注重在 對於你未來會遭遇到 或集中遭遇的那個喻言的功能 它比較像是oracle 那麼因此它也更親密於那麼意義的載體 也還有文字符號它的多種解讀的可能 意思就是說它比較是偏重在文字上 這個符號我可以怎麼樣去運用它的許多的特點 然後透過例如什麼象形假借會議 剛剛周春是不是這麼說 對不對 但是那個象形假借會議 直接在文字上去操作的時候 就會引發出其他的一個設計的方式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總之所謂的秤語 它比較著重在喻言的功能 就是預告以後的禍福吉凶 那麼它在直接的使用上呢 是比較重視在文字符號 它可以怎麼樣多重解讀 這樣聽得懂嗎 那個多重解讀用周春的話來講 就是象形指示會議啦 但是用我們今天學者的考察 那就會用所謂的拆字法 諧音法 這樣聽得懂嗎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具體用 我們今天能理解的方式來說明 好 這就是所謂的秤跟隱語的不同 雖然它是隱語的一部分 但是它所偏重跟它所採用的手法是不一樣的 那麼回到我們的講義 《紅樓夢》裡面的隱語它比較偏向的是秤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第22回的回幕 跟第75回的回幕都非常明確地標出秤的這個語詞 那當然《紅樓夢》裡面的具體使用 也比較是秤的一種手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知焰在第42回也提到說 有關於劉姥姥為喬姊命名的那個用意 其實也是在做秤語來輻射後文 這個射就是來暗示後面會發生的事件 所以你看它除了講隱語之外 也舉出了秤的這個運用 好啦 零零種種我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隱語的用法是作者常用的一個秘法 而這個秘法事實上更具體來說 是偏向於秤的這個形態 這樣你們懂意思嗎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而這個秤的運用從古以來 最有名的就是推背圖 你們知道嗎 推背圖目前好像在 我們社會上突然有名起來了 那是一種蠻特別的一個 它甚至可以預言千年的那個運勢 其中的很多的暗示他們認為 可以用一種他們所熟悉的方式去推演 然後甚至可以推演到以後 比如說幾百年的歷史發展 那個叫推背圖 宋代開始大量 開始出現 然後風行於那個中下階層 那在這個是那個芝匹有提到 就在第五回寶玉在看那些人物判死的時候 芝匹果然就直接跟周春一樣都說 周春是說他做隱語 芝匹乾脆告訴你他其實就是在做秤語 他引用了那個視之好事者 所徵傳的推背圖來作為類比 他說我們曹雪芹當然不是像一般 好奇於秤語的人 他們是在善禍於迷 就是在欺騙那些無知的人 曹雪芹當然不是 可是他這一回是要借他的方法 可是目的不是為了要欺騙無知之輩 他是為兒女子的樹運之機 然後來給我們一些很特殊的一種趣味 所以我想這邊我們要跟大家做一個說明的就是 請跳下面這一段直接看一下 所以到底曹雪芹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秤語 那麼我覺得劉協的文心雕龍提出的一些說法 剛好是可以契合的 也可以代替曹雪芹的這樣的使用 做出一些解釋 首先第一個劉協他在文心雕龍裡面說 秤語這種東西他是要來表達一種天命神道的觀念 就是某一種已經被預定好的一種 先天賦予你的那個歷史發展 個人命運的那個預告 好 那所以這基本上是有很強烈的宿命觀的 可是不只如此 文心雕龍說這樣的一種秤的寫法呢 注意喔 無意經典而有著文章 事以後來的詞人就採植殷華 換句話說 我們用秤的手法引述到文學作品裡面來 他要增加的是什麼呢 一種文學的趣味 他的目的還是為了要增加文學的藝術性 所以我們應該要清楚的認識這一點 而不要太把紅樓夢裡面的那些秤的製作 那麼就當作純粹是為了好奇 然後去推演命盤的一種閱讀方式 這樣子會有點買讀還珠 而當然啦 秤尾的這個 所隱含的天命神道觀 當然也是紅樓夢裡面也吸收了 所以這些女子們 她們注定有各式各樣的悲劇命運 那以及我們等一下第三頁的講義 會涉及到的誤稱 你會發現曹雪芹 她事實上是接受天命神道觀的 她不認為個人可以突破她的命運 她不認為尤其是婚姻 絕對不是一個人可以自主的去進行選擇 而脫離乃至於挑戰違背 當時的那個社會文化體系 這一點我先給你們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然後其他我們會有很多具體的證據 大家到時候可以一起來思考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秤 那你們來看一下中間我們跳過的這一段 那這邊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我想你們自己參考就好了嘛 總之秤它其實就是要有校驗的意思 那什麼叫校驗 就是你首先要先做一個預言 這個預言之後真的有所應驗 你這個才能夠叫做秤 所以下面包括誓言 厚漢書裡面的這個說法 還有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 這裡面都是在告訴我們說 它就是一種預言 預先的言說 而指引未來有效 確實會發生的禍福其凶的事件 所以各位你們看四庫全書的這一段 蠻有意思的 他說秤就是鬼為陰語 而欲覺吉凶 所以它是隱語的一種沒有問題 可是它的目的就是在預先告訴你吉凶的發展 然後另外後漢書的這一段 他說力言於前有爭於後 這個都是所謂的秤最基本的一種操作方式 它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於是我們在了解所謂的秤的基本定義之後 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麼從古到今 中國文化已經淵遠流長 而且非常的複雜龐大 那麼這個秤到底有哪些具體的運用的方式 我做了一個整理 請你們看一下 最早從時間上來講 那麼最早出現的秤的形態叫做秤窯 那這個窯字你們可想而知 它一定是一個運文 因為它是歌窯 歌窯一定是押韻的 它一定是一個運文的形式 那它當然是隱語 這不用講了 以大的類來講 它就是隱語中的一個類 那麼問題就在於我們從先行的各式各樣 就作為欲絕極凶的那些運文來考察 你會發現它們同時會配合圖畫 有的時候它會旁邊用一些圖 然後來作為輔助 於是這樣的形態就會叫圖稱 這樣懂嗎 那個圖是發揮什麼作用呢 各位要注意喔 那個圖完全跟審美無關 它只是透過一個具體的形象 它所發揮的功能跟文字 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你要透過那個形象它的名稱 然後那個名稱在用字上 在發音上面的種種 我們可以去延伸的那些多重解讀 來進行它的暗示 那麼就此而言 它所發揮的作用跟文字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它基本上還是屬於 這一套符號系統裡面的一環 那我現在就要考你們囉 紅樓墨裡面有沒有圖稱的一個運用 有嗎 最明顯的就是什麼 第五回有沒有 賈寶玉所看得到的那些人物判詞 旁邊是不是都有圖畫 那些圖畫都是輔助性的 因為有些是文字它來不及 或者是不方便 那麼來補充的一些訊息 它就會用圖來幫助你 那麼得到更多的資訊 那你就會做出更正確的判斷 好 那所以我下面有一段是 非常希望你們要好好記得的一件事情 像這種襯瑤要注意 它很重要的 我漏掉一個上引號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構成條件 就是它所用的語言 語言包括圖畫 因為都發揮同樣的是文字符號的功能 也就是說語言一定在前 那麼應驗的事情一定在後 所以言跟式之間是一種順向落實的關係 所以它所進行的是一種 預言式的先見之明 我為什麼要這樣跟你們強調 那是因為我們有一些學者 在運用所謂秤的一個解釋的時候 反用了這個邏輯 那事實上那就是很明顯的誤解 而因此它在明顯的誤解的情況底下 所得出來的結論就是錯的 好 所以你們首先要先掌握到 秤的一個基本要求 那麼請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螢幕上有一個有具體的例子 那麼什麼叫做這個襯瑤 那這當然已經不是先情了啦 這個襯瑤一直到後來歷代都會用 各位同學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這邊雖然有劃分時代 可是那個時代只是告訴你 這個類型最早發生的時間 並不表示之後就不出現 懂嗎 它會一直並存 那例如我們舉個例子 《三國演義》第80回有一段情節 就是許之它上奏漢獻帝 要勸他善讓 他就引了襯瑤 他說你的善讓是順天應人 這是一個命中注定 所以你就要照著做 那既然是那個天命 有沒有 所謂天命神道觀 那人是不是必須要臣服其下 對不對 於是這某個意義來講 就使得他們的這一種篡位 就得到一個很神聖合理的理由 那他引了襯瑤就是說 鬼在邊 鬼相連 當代漢 無可言 那麼言在東 五在西 兩日並光 上下移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流行這個秤語 它其實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要善讓給曹操 你們真的看得出來這個意思嗎 那你們很厲害喔 因為你們用了幾種秤的製作手法 來 你們的講義呢 上面已經有標示出來 秤的製作手法有猜字法 有雙觀法 有諧音法 有別名法 這個都是最常用的幾種手法 而請看許之所引用的秤語 他其實就是運用這幾種手法 什麼叫鬼在邊 鬼相連 這就是猜字法 就是尾對不對 曹尾的尾 曹操 然後當代漢 無可言 就是當代漢 你已經沒有未來可說了啦 你們差不多就是走到終點了 所以接下來繼承的大統的是誰呢 言在東 五在西 這也是差字法 是不是就是許 那就是曹操的那個權力中心所在 然後還不止喔 只有一個許還不夠 因為有許這個字的地名很多 再要補充下一個 兩日並光 兩日並光 上面一個日 下面一個日 是不是就是昌 所以合起來是不是就是什麼 許昌 那許昌當然就是指曹操的那個所在嘛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以你該上讓了 要給魏的曹操 那他在許昌 這樣懂嗎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以你順天應人你就要上讓果人 他就上讓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 喔 原來呢這樣運用的手法非常常見 也是趁著製作手法裡面最普遍的 而紅龍夢裡面 尤其在第五回的人物判詞 蔡司法也用的很多 我們到時候再做一個印證 那當然請再給我一分鐘 那麼到了後來的兩旱呢 就發展出另外一個襯的類型 那個很特別叫做襯尾 我們不講的原因是因為 他完全都是政治性的 而且很複雜 而尤其他純粹是政治性的 跟那個改朝換代有關 所以紅龍夢這麼樣子的 懼怕文字禍的一個作家心態 他當然不會去涉及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在紅龍夢裡面完全是不涉及的 他避自唯恐不及的 但是呢 第三種 失證 在紅龍夢裡面呢就有一些運用 我為什麼用有一些 是因為我們很多的讀者跟學者 把紅龍夢中的詩都當作詩襯來用 那不是 都把紅龍夢中的詩當成襯尾來用 就混淆了襯尾跟詩襯這兩種不同的形態 那這兩種是本質完全不一樣的 請你們把後面那個有關詩襯形成的基本結構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就知道他跟襯尾是絕對不同的東西 他的認證跟他的那個解析方式完全不同 這個你們一定要分清楚 有關在歷史中這個隱襯的主要類型 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上次呢講到所謂的兩漢的襯尾 那這個襯尾純粹就是那個 朝代新亡的政治預言 我們當然就在紅龍夢中是絕對看不到啦 由於曹家是曾經被操家的 那當然你們都知道說他其實極力的隱晦 那麼避免跟政治之間發生關聯 所以這個襯尾在紅龍夢中是完全避之 完全沒有涉及的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下面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就我眼界所及我們紅學界 在討論詩襯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沒有很準確的掌握到他的形成的性質 所以往往都有很錯誤的運用 怎麼說呢 請你們注意一下 詩襯在他一開始這個被建立出來的時候 他實際上就已經規定了 他作為一個本質上是書情詩的一種文學藝術 那麼他跟襯的連結只能夠是言跟誓之間 一種逆向追焰的關係 也就是說詩作為一個文字的一個表達 就是所謂的言 那麼這個詩的內容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是在他們寫詩的時候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他根本不是為了算命然後才去寫這個詩的 那麼他跟後來發生的事情之間 真的是一種後人啊 因為發現已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再去從這個詩人他曾經做過的詩裡面 去找相關的機證 所以那基本上是一種穿鑿附會的後世之名 好 換句話說呢 詩本身本身不能夠拿來當作襯瑤式的解讀 那麼我們舉例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詩襯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請大家看一下這個螢幕 我們學術界裡面對於詩襯的形成的看法 我覺得不夠正確 那麼我自己所考察到的這個詩襯最早最早的紀錄 那是攀岳 攀岳的故事 那你們都知道攀岳 攀岳我們別名叫攀岳仁對不對 那更有名的就叫做攀岳嘛對不對 因為他是中國非常有名的美男子 但是他的死法很有意思的呢 事實上成立了我們中國歷代 隱稱類型中的一個類型 好 那麼這是在禁書裡面 攀岳傳的記載 我簡單說 那攀岳這個人有的時候呢 你們知道在那個時代的人啊 常常會有一些品性上面不見得呢 是符合我們最高標準的那個情況 那攀岳有所謂的敗陸城 這個讀過文學史的同學都知道 他產世假密 然後甚至呢不惜曲折自己的尊嚴 那望成而敗 但是他也曾經因為厭惡孫秀 孫秀是當時的一個權貴 他很厭惡他的為人 然後甚至直接當面就給人家這個踏入 就是很直接的羞辱對方 那當然啦人家一定嫌恨在心 尤其對方又是小人的時候 他簡直呢就記恨在心 無實或望 等到他有機會的時候 然後就會進行報仇 那他的機會來了 就是在趙王倫輔證的時候 那因為寵信他 他就擔任了中書令 於是他有了權威之後呢 那麼就誣陷潘岳跟石叢 歐陽健 說他們是謀反 那你們知道謀反罪 是不是非常嚴重的對不對 果然喔 你看小人的報仇都是非常可怕 他今天不是針對個人 而是呢 謀反就是要超加滅族 所以我想所以我們中國傳統的 這個長輩對我們的勸戒 常常會提到說不要得罪小人 要防小人其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小人他們的這個是非不分 或者是他們過度的一個反應 其實往往的會讓正直之士 那當然盼越不算正直之士 所以他會受到一些 其實是過度的一個復仇 那這當然就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以你們看一下他就把這個 他所討厭的三個人 剛剛你們有看到一個 也是非常炫富 因此當然刺激很多人 那個人是不是石蟲 你們都知道 所以平常太高調也會得罪人 平常太直率也會得罪人 所以在政治場中真的是非常恐怖 處處地雷的一個充滿陰影的地方 果然你看他就一滅三足 好 謝謝 來一滅三足作為報復 好啦 那你們知道這一種事情 都是變身走夜 所以很快的潘越跟石蟲 立刻就被綁腹罰場 然後就就地正反 果然兩個人就在刑場上 突然看到怎麼你也來了 然後他們就很吃驚 怎麼會我們殊途同歸 同時來到這裡同時避命 那這邊就有一段話 非常有意思 那麼兩個臨死的人 他們呢在炸箭顧礁這個舊友 那麼我們竟然呢 踏上同一條道路就有感而發 你們看一下初被收 初被收就是當一開始被這個 被收押的時候 他們兩個其實都不知道 對方也發生同樣的事情 那石蟲先移步已經送到那個法廠去 那麼潘越比較後來 所以當石蟲看到潘越來的時候 就說啊恩人親義父爾爺 他說啊你也是這樣的遭遇啊 那潘越說 哎呀這個呢想到我們過去寫的詩 真是一語成稱啊 我們過去曾經在金谷園 多麼快樂的喝酒享樂 對不對 沒想到其中所寫的詩句 竟然呢他應驗 以這麼奇特的方式來應驗 那一句詩叫做白首同所歸 那各位你們都知道 所謂的白首同所歸 在原先他們的金谷詩裡面呢 意思當然是指說 哎呀我們這好朋友 我們的友誼要天長地久 對不對 而且我們的歡樂也要永遠持續下去 持續到最後一刻 那所以原先的白首同所歸的歸 是什麼意思啊 白首當然是說 我們的友誼跟我們的歡樂歲月 要一直持續到終老對不對 那這個歸其實是指說 我們就一起回家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普通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到年老我們還可以聚會 然後我們在一起享樂 然後呢就可以開開心心的回家 這就是我們預設的美好歲月 但是呢沒想到呢 當他們以後世之名 來重新理解過去寫的詩 這個歸字呢就有了不同的意思 這個歸變成什麼意思 是不是就是死亡對不對 叫大歸 大歸當然就是為死亡一個比較隱為的 一種說法 所以呢他說啊 哎呀過去我們曾經經骨元詩寫 頭份計時有 白首同所歸 那結果呢現在是以這麼樣一個奇怪的方式 來意驗 那麼這是我所考察到的中國的歷史上 詩秤的最早紀錄 那從此之後呢 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多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很有趣的例子 你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種穿著附會 是以這樣的方式去操作 那麼這個是當時侯景在叛亂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逼近台城 他幾乎要滅亡嘛 結果那個時候呢 當然就是國家動盪非常的危急 那麼結果呢 遇到這樣的一個國家興亡的 這個沖亡危急之秋 他們就想到過去簡文帝 梁簡文帝曾經寫過詩 那麼呢對過去那個詩呢 就有了重新的理解 那麼在簡文帝的韓系詩裡面提到說 雪花無有地 冰淨不安台 各位你們都知道 這是非常純粹的勇景詩對不對 歌勇景色的詩 那這裡的雪花無有地 其實只是在對勇物 就是我們所歌勇的對象 做一個非常巧妙的表達 你們都知道雪本身並不是花 但是他像花一樣美 所以是不是叫做雪花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真的花 是不是應該有花地 花梗 但是呢 這個不是花的雪花 所以他當然沒有花地嘛 懂嗎 他是用這個方式去做一個巧妙的推演 同樣的 冰淨不安台 這個冰淨指的就是月亮 月亮很像冥淨 像冰做的冥淨 那當然他並沒有靜台在拖住他 所以說冰淨不安台 那麼果然下面又有一首勇躍詩 提到說 飛輪了無策 冥淨不安台 很接近 這個飛輪當然還是指月亮 他說月亮由東到西 這樣子巡迴中天一次 就好像飛輪奔馳過天際 但是卻沒有留下任何車道的軌跡 那麼這個都是在做一個巧妙的一個比喻 那麼冥淨不安台 這剛剛已經講過 那麼當他在寫的時候 純粹就是對景物的一種雙觀 一種巧妙的聯想 完全沒有要做預告的意思 當然是到後來發生侯景叛亂的時候 後人重新去理解這些詩 你看 就認為這就是秤 他說什麼叫無地 這個地明明只是花地 就是下面的那個花托那個部分 但是因為寫音的關係 他說你看當他寫沒有花地的時候 那個無地就是表示 那麼這個國家要亡了 皇帝都要消失了 所以你看侯景叛亂果然就應驗了 那不安台是指台城不安 你們知道台城就是那個精靈的中央政府所在 那台城不安你就知道說國家動盪 那麼倫無策是指這個倫 A又諧音到這個少林他的名字 那麼他根本上不願意好好的勤王 於是空有這個復原之名而沒有實質的這個行動 所以導致國家就滅亡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像這些解讀必須要注意 真的是所謂的後世之名 當然是穿著附會 換句話說我希望各位要特別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詩秤的一個行程呢 完全不能夠用秤搖的那個模式去理解 詩秤他的行程是最早他就是抒情詩 抒情研製他所表現的基本上就是詩人的個性 那你們知道每個人都有他的個性 而我們現在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推演 叫做《性格決定命運》 所以性格跟命運之間當然有關 可是他的有關不是用這種命盤式的操作 去做文字上的預告 而吳寧說這些詩歌本身就是抒情研製 但是由於他們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好事之輩啦 他們就在這個地方大作文章 於是才形成所謂的詩秤 那麼當我們了解到這一點之後 我希望各位同學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紅樓夢》裡面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 他的許多的運文 必須要在性質上面做清楚的區隔 《紅樓夢》裡面有襯搖也有詩襯 而混為一談的結果呢 就會對其中的書情詩做過度的詮釋 那當然就會過分穿著附會 我們先看講義第一頁 上一周所發的這一份 那請你們看一下《紅樓夢》中的運用與內涵呢 第一個當然最明顯 也跟這個我們傳統的襯瑤最接近的 那就是第五回的人物判詩 跟第二二十二回的登迷詩 當然還有別的 不過那個很少 最主要是這兩回裡面所出現到的 那麼這種襯瑤要注意 他根本不是書情詩 他完全就是為了要透過文字 來做命運的預告 他根本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他沒有審美的這個性質 他也沒有這個文字藝術上面的講究 所以他根本上就是一個非常粗淺 那某個意義來講甚至是 我覺得其實就真的是不登大雅的那種文字 有點像打油詩的味道 他真的有點像打油詩 可是《紅樓夢》中更多的運文 他是書情詩 那麼例如像賈寶玉的《四十集事詩》 然後像這個《菊花詩》 然後像那個尤其是林黛玉自己所寫的 各式各樣包括藏花儀 包括這個秋窗風雨戲 包括桃花席等等這些 那都是非常標準的書情詩 那麼面對書情詩 就不能用襯瑤的方式來解讀 他會發生的問題就會這樣子 你們大約看一下相關的這個論文 就會發現這個情況 我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個例子就是把詩當作襯瑤來解讀 例如說我們的這個林黛玉 他在《葬花儀》裡面有兩句很有名 叫做《一年三百六十日》 然後呢 封刀雙戒言相逼 那麼他既然是歌詠這個落花 他就投射到那個花朵身上去感受他的命運 那你們都知道花朵是不是非常美麗 他基本上是我們詩人所認可的天地之間 萬物中的精粹 然後是最優美 那麼最引人這個戀愛的一個美好的事物 然而他最特別的一點是 他也非常短暫 開花幾天甚至像彈花 他雖然不是春天啦 但是像彈花可能一夜就已經凋零 所以這麼美好 可是卻又如此之短暫脆弱的這樣的生命 最能夠引發詩人的感慨 好 結果這麼一來呢 我們林黛玉尤其又是一個詩人中的詩人 他非常的感傷 那麼非常容易在這個周遭萬物裡面 去投射去產生一種 物我合意的共鳴 於是呢他就化身為落花 去感應落花會遭受到的命運 那你們都知道這種共鳴 往往就會把對象擬人化 然後呢會做過分的一些渲染 因為詩人嘛 本來他就是在點染萬物 然後抒發情質 而情質本身是可以非常靈動 甚至可以稍微做一些誇張 所以各位你們都知道 連李白都會說白髮三千丈 對不對 你能不能把他當作是一個客觀寫實的作品 來推論 當然不行嘛 你總不能夠說 你看李白的詩他寫白髮三千丈 果然證明他是一個哲仙人 非一般凡人 所以他的頭髮可以長到三千丈 你可以做這樣的推論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同樣的邏輯 這裡呢 林黛玉說 一年360日風刀雙劍 言相逼 好 那麼這只不過是一個詩人的感慨 就是我想要把落花的命運呢 極其淋漓盡致的來感受到他所 所困頓 那麼所這個痛惜的那一個悲劇在哪裡 因為落花通常引發的就是一種美好生命 那麼慘遭無情的中斷的那一種悲痛感 好啦 結果風刀雙劍言相逼 這事實上只是詩人的一個誇張的一個感懷 甚至加以擬人化 於是呢 我們的很多的讀者 他就把這兩句獨立出來 然後就用襯瑤式的解讀 他們用來證明什麼呢 他說你看你看 我們的林黛玉作為一個孤女寄人篱下 楚楚可憐 一年360日每一天每一天 他都在感受到賈府對他的折磨跟壓迫 所以說他把這個瘋刀雙劍言相逼 竟然就解讀為所謂賈府的惡勢力 然後什麼他們在無情殘害這個柔弱的少女 所以他只好發出這樣子的哀吟 寫得好動人 可是全部都是錯誤的 因為事實上這兩句呢 第一個他不是寫實的 個人命運的一個反應 他只是一個詩人他感受到一種 存在本身的美好又面臨無常的脆弱生命的感慨 這個事實上那都只是一種抒情的點染 那是不能當作客觀事實 更不能當作是詩人自己的寫照 那麼但是當我們用襯瑤的方式去解讀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麼奇怪的結果 因為我已經一再的提醒大家 我們以後會有個單元 專門把所有的證據彙整起來 讓大家做一個很明確很完整的參考 那就是林黛玉在賈府 事實上是可以跟賈寶玉比肩的寵兒 他根本就是個寵兒 那麼這有太多的證據了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呢 只不過是一個詩人往往對於自己的 或者是他所投射的對象的一種 老實說是一種主觀的認知 而不是客觀的反應 一個人可以很幸福 可是他主觀認定上就是還是會覺得 這世界對我不好 你們見過這樣的人嗎 當然有啊 所以主觀認知當然是不能夠當作客觀事實 更何況這個主觀認知是透過落花 經過抒情的某一種寫作而呈現出來 這個都不能夠直接對應到現實 所以這跟襯瑤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更有名的一句詩呢 是在第七十六吧 就是他們在寫那個中秋詩的時候 來請各位呢一併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一句呢非常的重要 我們將來會常常提到這一句詩喔 就是呢大家做完中秋詩做到一半 然後呢已經到了一個所謂的創作高峰 那麼我們林黛玉絞盡腦汁 把所有的財力都傾注到這一句詩裡面 然後呢就無以為繼 於是出面的這個妙玉是要把他們打斷 然後呢一行人就到了龍翠安去 那由妙玉把後面的詩續完 這個叫做中秋夜大觀園聯句 那我們要看的這一句呢在1199頁 第七十六回的1199頁 那你們看這一句喔當然是全詩 最為聳拔 最為動人 當然也最為警側的一句詩 你看喔以林黛玉這麼高的創作才華 他說我為了享受這句詩 已經把我所有的腦力都用光了 所以下面呢想不出來了 好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一句就是中間的冷月葬花魂 看到了沒有 那有些同學你們過去看的版本 不是最好的版本的話 你可能看到的是冷月葬花 詩魂 那個是錯誤的 因為沒有詩魂這樣的東西 那麼因為這個跟詩歌的對偶原則有關 那麼假設你們沒有詩學方面的知識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判斷 那從詩學專業來講 當然是葬花魂才對 尤其花魂這個詞 在《紅龍夢》的其他地方 又出現過三次 所以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所以絕對不是詩魂 好啦 我要說的就是呢 就有人就把這個書情詩啊 他就把它解讀為襯瑤 說冷月葬花魂 你看喔 這就證明了 林黛玉將來會在大觀園中投水自濟而死 因為前面那一句是寒潭渡賀影嘛 有沒有 就說這個 他們在描寫池塘的景象嘛 那有這個賀飛渡而過 然後呢有冷月 那麼投映在水面上 好像呢有一個詩 花魂被葬送在這個水池當中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詩鬼式的想像啦 那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當襯瑤來解讀 那就會變成說 哎呀 花魂就是女性的象徵 那它就會在水中這個消失 那顯然呢 林黛玉就是投水自濟 那這樣的解讀呢 我們都認為恐怕是錯的 因為書情詩本來就不能夠 這樣子的穿著附會 好 所以我舉這兩個例子 只是非常苦口婆心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紅樓夢》裡面 它吸收的那個襯的這個方式 有好幾個類型 那麼這些類型呢 要先明確區隔它的所屬 你才不會混淆 那才不會呢 對有一些書情詩 做一個過度的穿著附會 這是我非常希望大家要注意到的一點 所以在我們講義第一頁呢 最下面的第二項是詩襯 這個襯瑤我們等一下會再做補充 至於這個詩襯的部分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它包含什麼呢 包含了一般的書情詩 就是除了剛剛第五回 人物叛詩跟第二十二回的登迷詩之外 那詮述當中主要的其實大部分是書情詩 那書情詩你就直接用 感受這個詩人他的特殊性格 然後他的生命情調 比如說林黛玉就是感傷的脆弱的 主觀的 然後優美的 那薛寶釵可能就是比較沉著的 溫柔敦厚的 比較這個沉穩的 你就用這些人格特質去感受就好 但是那些詩句本身 不能做這一種符號式的解讀 不然就會有很多的過度詮釋之餘 這個是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那麼詩襯的這一個特殊的用法 這個呢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回來看這個襯瑤的部分 那請大家呢看一下這個襯瑤 我們事實上呢在 下面沒有 那麼這個襯瑤的部分有哪些製作手法 我其實呢在我們的第一頁講義 有做一個整理 那麼這些手法呢 並非都被《紅樓夢》所運用 你們的講義有沒有找到 我幫你們整理的 好 請你們看一下那個第一項 歷史中影襯的主要類型的這個下面 來 拆字法 雙關法的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好 那麼你們對照我們這邊 所整理的這幾種說法 請各位要注意事實上呢 前面的那幾項啊 大部分其實都叫做關係法啦 因為都是 或者是雙關法 因為他其實就是透過各式各樣的雙關 讓你去找到線索 然後去得到他要給你的暗示 那我們現在具體來操作一下 來 各位同學請你們看第五回好不好 因為第五回用的最多 然後用的也最有趣 不過呢這都是傳統的繼承 並非曹雪芹自己的獨創 好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我們會考喔 請先翻到 好 我們先看拆字法好了 這個拆字法蠻有意思的 就在第86頁 好 我們先看這個86頁 我們先看拆字法的部分喔 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整理 就在中間 這邊有一個水和泥乾連枯藕拜 有沒有看到這一段 那你們都知道這是誰的圖秤 你看這是非常典型先情就有的圖秤 有文字有圖互相搭配 提供更完整的訊息 讓你能夠有正確的選擇 好 這個是香菱對不對 啊 我想在這邊 一定要提醒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真的 算是滿熟悉紅龍夢的讀者 都沒有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喔 所以有一些說法就發生了錯誤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在這一回啊 我們寶玉神猶太去換季 然後他看到這些女兒們的命運預告 他的所在的單位是在哪裡 來 請各位看一下 這我們之前講過嗎 有 這個都在博密斯對不對 好 那博密斯裡面的那個除冊啊 裡面的每一冊所記錄的人物 是分門別類的喔 好 所以我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精靈十二金猜他其實是分正冊 副冊 又副冊 又又副冊 從這個知焰災所留下來的訊息 事實上好 這些冊部呢 以精靈十二金猜來講 應該一共有五本 好 那十二乘以五是一共是60個人 好的一個命運預告 但是這邊呢他其實沒有全部都提到 他其實唯一完整的一個冊部的 十二個人都提到的是哪一本 哪一個等級 是政策對不對 好 那前面呢 其實只是從副冊又副冊 先慢慢引入到這個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政策啊 我先提醒你們好了 就在86頁後面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相鄰的這一個判詞後面 從這個後面開始呢 就進入到政策的部分 注意喔 你看寶玉看了人不解 便又值了 再去取政策看 所以下面全部是政策 那政策有哪些人呢 我們一個一個來算好不好 你們一個一個一邊算一邊要注意一下 注意喔 要注意一下他們的身分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首先我們的第一幅圖是不是兩個人的合圖 兩個人的這個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不是單獨的 這個是誰 這個可探廷基德 堪連永續財的這一首 是寶釵跟黛玉的合圖 他們兩個是合在一起的 好 那所以這算一幅 下面還有誰呢 就是元春 對不對 你們先記一下 看不懂的同學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解釋 那麼下面的這一個20年來變是非 這是元春的探詞 下面這個是探春 我們講過了 再來是誰呢 是史香芸 是史香芸 然後再來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 這個是妙玉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惡郎追撲一個美女 這是迎春 再來是一個古廟 有一個美人在裡面看經讀作 這個是錫春 你們應該都認識這些人吧 好 不能我現在講到了 你們還沒有概念這樣不行喔 回去要趕快把紅龍夢再讀手 好 請翻過來 下面這個冰山跟慈鳳的是王熙鳳 再來是那個喬姊兒 注意喔 有一個荒村野甸 美人在那裡仿基 這個是喬姊兒的未來的命運 所以後面高二的敘述完全不符合這邊的一個安排 再來呢 一盆帽籃 旁邊又有個美人 你看全部都是美人喔 沒有美人是沒有資格來當十二金菜 所以我跟你們說賈寶玉或曹月琴 不但有年齡其事 還有容貌其事 好 那這個人是誰呢 李丸 這個籃是指他的兒子賈蘭 這個是李丸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秦可欽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十二個人 他們都是屬於哪一個身分等級的人呢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很重要喔 一個一個想嘛 欸 你們想想看中間有一個 其實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人 他根本沒什麼戲份 他出來就一直是一個小娃娃 有沒有 大概只會哭只想吃對不對 是不是喬姊兒 這個人為什麼也放在十二金菜的政策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假如以全書中的重要性來講 照理來說寧可把秦文或習人 或什麼放在政策對不對 但是沒有 作者沒有這樣做 所以你們一定要好好想一個問題喔 喬姊都放進政策了 所以很明顯這些人 他們其實注意一下他們的身分 有沒有什麼共同性 他們是不是都是貴族的小姐 要注意 基本上都是 除了秦可欽比較例外 可是他既然加入到 民國府了嘛 那他當然也是那種世家的媳婦 那當然身分地位也都是貴族那個等級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 政策的一個入列的標準 就是你必須是要貴族上流社會的 那種大家歸秀 你必須是這個身分 那最有趣的是呢 當我們看那個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香菱的部分 來 你們看看香菱是被歸類在哪一個等級裡面 是負側 是負側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先等一下再來推敲 我們往前看原來寶玉所看到的 第一個女性的判詞是秦文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就在86頁的那個 一開始的這個第一段 這個是秦文的判詞 然後再下來是席人的判詞 那這兩個人是被歸在哪一個等級 哪一個側部裡面 往前面翻就知道 這是在第85頁 倒數第二行 那麼這個側部上面寫的是 精靈十二差 右覆側 好 所以他就把這個右覆側給打開 好啦 所以很明顯啦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呢 有具體的人物例證 我們就可以來推敲一下 那麼右覆側竟然包含了 很重要的這個秦文跟席人 好 這麼重要的人物 可是在第三個等級 而這個覆側呢是 只有我們目前只看到相鄰一個人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值得推敲的地方 那我們先不要管相鄰 為什麼放在覆側 可是你起碼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注意到 分側部等級的一個標準 不是這個人物的性格 也不是這個人物在書中的重要性 更不是用賈寶玉本身的主觀好物 來做判斷 對不對 而是用什麼 封建的等級觀 對不對 封建就是講究貴賤階級啊 對不對 所以他根本就是用階級來分 所以你看右覆側就是什麼 身分非常低賤的丫鬟 丫鬟在那個時代是完全沒有任何人身自由 也沒有法律地位 他根本就像一個物品一樣 甚至可以買賣的 所以呢 而政策你看全部都是貴族小姐 大家閨秀 也就是所謂的上層階級 那麼右覆側就是最下層的 沒有法律地位也沒有任何保障 他根本上就是為主人所擁有的物品 所以可以交換可以買賣 甚至可以這個決定生死 所以你就知道說真的好好的讀 好好的想 慢慢的我就越來越發現 《紅樓夢》其實他所反譯 甚至他所支持的真的就是所謂的封建禮教 好 那麼我們一直都以為曹月芹 他創作這部小說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是反對他所在的那個世界 然後已經這個畸形了幾千年的 那個封建禮教社會 這個說法恐怕是錯的 那麼各位只要好好的平心靜氣 先不要帶成劍去看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曹月芹 你是按照那一套封建禮教不管是階級官 或者是貴賤官 甚至是那一套價值觀 那麼在安排書中的很多人物跟情節 好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證 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所以請問鴛鴦有沒有資格放在政策裡 當然沒有 他再重要 賈母再倚重他 他就是沒有資格進入到政策 這就是我們要正視到的一個 《紅樓夢》寫作上面的事實 我們不能想當然爾 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投射進去 然後按照我們的想法去詮釋《紅樓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那麼至於鄉林為什麼放在覆測 這他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為什麼呢不要忘記 他真正的原始出生是什麼 也是上流社會 真是也是世家大族對不對 是地方很大的鄉生啦 所以這個出生背景 他當然本來是有資格到政策的 然而他後面很不幸 幾歲就被拐子給拐啦 大概是五歲 四五歲 所以拐子專門拐這種年齡的小孩吧 這個我們書中都有寫 這裡不再多說 總而言之他就很不幸的 就淪落見極對不對 他就失去了戶口 也失去了他在法律上面的保障 最後是不是任由人口販子去買賣 對不對 所以從此他就變成了妾 變成了丫鬟 這一種呢 雙重的身分 是《紅樓夢》當中 最可憐的一個女孩子 各位平心靜去去想一想 真的 林黛玉真的很可憐嗎 其他比他可憐的人 在《紅樓夢》中到處都是 而且可憐得多 我們如果很客觀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林黛玉在詩中呢 所散發出來的那種七楚的哀音 某個月來講 根本就是他主觀上所偏執的自我 他就是要那樣子的情調 這不見得是他客觀的環境的反應 所以相鄰由上流階級 淪落到很低賤的那種丫鬟 或嗜切的身分 所以他變成一個很難歸屬 也沒有很明確歸屬的一個特殊的等級 所以作者把他放在副冊 我想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介護政策跟又副冊之間 這個是順便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這一類《紅樓夢》中所反映 階級或禮教官的地方真的很多 我們以後有機會會再提醒大家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到這個 我們的襯瑤怎麼樣用這個拆字法 好 我們看看有哪些例子 在第五十 八十六頁這邊呢 來請看一下這個香陵的判詞裡面 有沒有看到 根並荷花一金香 平生昭濟 十堪商 那這個都沒有提到 這只是一個描述 真正用到拆字法的在後面 自從兩帝生孤木 至始香魂返故鄉 那這裡哪裡用到了拆字法呢 好 來請各位看一下 自從兩帝生孤木 怎麼說 兩帝嘛 帝就是土地其中的一個同義詞 所以你就要想到同義詞的 另外一個字就是土 兩帝就是兩個土 那麼兩個土又生了孤木 一棵樹 木 所以一個木加起來就是櫃 所以這裡第三句它在暗示你說 自從下金櫃被取進薛家之後 可憐的香陵呢就要香魂返故鄉啦 這個返故鄉的龜就是大龜 也就是死亡的意思 這樣懂嗎 那所以就此而言 各位你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後面的四十回的敘述 也違反了曹雪芹這邊 預先安排的一個下場 事實上香陵他就是 你們知道嗎 我覺得他最可憐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他一輩子所受的苦 完全沒有意義 這是讓我們覺得是最慘烈的一點 當我們受苦可以讓我們升華理想 可以讓我們的存在更深刻 甚至我們所受的苦甚至犧牲生命 可以讓我們完成一個非常有價值 讓人類或者讓文明 或者是讓我們的家族 讓我們國家能夠更進步 即便如此 那個犧牲都會有一種壯烈感 因為他有這個達到某一種 或創造出某一種效果 然而我覺得整部紅樓夢裡面 最突然 最讓我們感慨的一個 真的就是白白犧牲 白白浪費的一個人 那就是香菱 你覺得他活著的一輩子 完全沒有創造出任何的價值 這不是他的錯 而是說他的命運實在是太壞了 壞到說你無論怎麼努力 你無論怎麼樣有再好的資質 反正你的生命就是白白的這樣過一招 而且你來到人生這一招 就只是為了受苦 你們知道嗎 所以這是最可憐的一個 你想想看林家瑜第一個 他現實生活並不可憐 但是當他自以為可憐的時候 他是不是把他轉化成為一個 很優美的詩情畫意 對不對 創造詩詞 然後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常優美的氛圍裡面 他事實上也在完成某一種自我 對不對 那個自我是他想要的一種藝術化的自我 基本上他還是有一個價值在 感覺上是在支持他的生命 但是那像平兒像其他所有的 有悲劇下場的人 你多少可以感覺到 他們所散發出來的某一種價值的光芒 不管這個價值最終有沒有真正的落實 可是只有相靈視 我覺得好奇怪 我就感覺到明明性情最好 明明美貌然後又有才華 然後明明各方面都非常的完美 然而他的存在 就真的是莫名其妙為了受苦 那作者不曉得為什麼塑造這樣一個人物 我我事實上在他身上 特別特別感覺到一種很強烈的 真的是很強烈的一種感慨 好啦 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表達 就是你真的不明白 這個命運已經荒謬到這種程度是 你為什麼讓他的活著是這樣白白的 就莫名其妙的純粹為了受苦而存在 好啦 所以就此而言 我們必須在他的身上 再去思考一下別的問題 這個我們以後講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所以後四十回高二對於相鄰的改寫 不符合這邊的安排 這個請你們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下面的這個圖稱是 林黛玉跟薛寶釵的那個合圖 請你們看一下 其實他是在描述上透過圖畫來暗示的 那麼請看寶玉看了人不解又拿政策 請你們注意一下下面的描寫 紙箭頭一頁上變化著兩株枯木 好 那麼木上圍著一圍玉帶 好 那你們知道這個兩株枯木又是什麼意思 合起來就是什麼 林 好 這就是在暗示林黛玉 那下面的這個一圍玉帶啊 這個玉帶是透過諧音 請把玉帶顛倒過來念 就是黛玉 所以這就在暗示你這個是林黛玉的圖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當然所以你們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這種資質努頓的人 去看這個圖我永遠不知道他要暗示我什麼 好 因為他畫兩顆枯木嘛 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要用什麼特質來指引你 那所以就是說 你對這種操作方式要非常熟悉的人 你才能夠很快的去推敲 掌握到他的用意在哪裡 不然像我們這種沒有受過訓練的人 除非作者很清楚告訴你 這個暗示的就是兩株枯木 你才知道木兩個合起來是林 否則我們作者還是不 如果單單只有圖畫 我們恐怕就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是那個第二個例子 那麼下面我想還有用到猜字法的 請各位翻過來第88頁 第88頁 第二幅圖一片冰山 上面有一隻雌鳳 那這個你們都知道是王熙鳳的判詞 那我想你們很快也掌握到了 第一句的凡鳥偏從末世來 這個凡鳥也是猜字 因為合在一起就是一個鳳 王熙鳳的鳳 那麼不只如此 請各位看第三句 一從二令三人目哭向精靈是更哀 那你們知道第三句也是一樣 用的是這個猜字法 來一從然後二令 先不管我們等一下再做補充 那麼三人目呢 人加上目就是修 意思就是王熙鳳最後是會被修氣的 好 那麼一直修書 你再能幹再有貢獻 通通呢都只好捲起包袱來自己回家 那所以很可憐的女孩子 好啦 總而言之 那她為什麼會被修呢 我想在這邊做一個補充 因為這實在太好玩了 那麼我們傳統的女性 活在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社會裡面 那你要了解她們的悲劇 了解她們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 首先你要知道制度跟社會的運作法則 你才知道人活在那樣的社會制度當中 她有的時候真的不久而久之 不知不覺就會變成魚眼睛 好 你們還記不記得魚眼睛 寶玉不是說嘛 怎麼搞的嫁了人就染了不好的毛病 雖還是顆珠子卻已經是什麼 死珠沒有光彩 再久了量變導致質變 有沒有 就變成什麼 連珠子都不是了 變成了魚眼睛 所以注意一下春彥所講的那一段的脈絡 很明顯 她覺得寶玉這句話講的也不差 不差在哪裡 顯然所謂的魚眼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你們沒有把那段再仔細看一遍 第59回 那一段為什麼她會有感而發 引述寶玉平常講的話 就是為了要感覺上對眼前的某一些人 某一些表現是認可寶玉的說法的 那那些人是誰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蛤 你們都沒有把前因後果看一下 這樣不行喔 這個我們只能夠取重點前後 你們要自己回去補喔 不然我們沒有時間喔 涉及到是不是她的媽媽跟她的阿姨 就是老媽媽們 然後他們是不是越老就變得什麼 蛤 越把錢看得真 有沒有 也就是越吝嗇 越貪財 對不對 所以她說她覺得這樣就果然是魚眼睛的特徵 你們把那段好好看完喔 我會考喔 好像我不考你們都不放在心上 好 那問題就在於這裡 她的描述事實上是滿中肯的 好 我們必須說 她並沒有太過冤枉這些魚眼睛 那只不過說就一個歷史現實 我們認可她的客觀性 但是這不妨礙我們可以去思考 為什麼會造 對在女性身上 會造成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的歷史原因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女人結了婚 她會喪失光芒 然後喪失光芒久了之後呢 整個人的性情就變得非常的不可愛 為什麼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古代女性的處境喔 首先古代的女性的處境不要忘記 尤其明星時候特別張揚一種價值觀 叫做女子無才 便是德 好啦 所以是不是從小幾乎就不受教育對不對 一個人不受教育你真的就不用太期望 他會有什麼樣鍾麟玉秀的表現 因為他不能被開發 好 所以香菱是不是注意一下喔 香菱終於有機會住到大觀園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麼 他學字 學寫字 而且學詩 有沒有 所以寶玉一看還很高興的說 這個天地至公 我們平常都還感慨這麼個人竟然俗了 可是你看他果然有今天 果然他不辜負 他的那種靈袖的女性 水座的那一種清爽之本質 還記不記得那一段 所以你看沒有被開發 就是辜負 就是俗了 可惜這麼個人竟然俗了 注意到了嗎 所以有學問很重要 讀書做學問是讓我們真的看得更高 看得更遠 不被眼前的表象所蒙蔽 而因此我們比較能夠養成認識力 跟判斷力也比較不會短視盡力 好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這些女人們除非很特殊的家庭背景 否則她們幾乎是沒有受過教育 沒有受過教育就很容易 只是一般的平凡人嘛 對不對 好 這個你就不能夠過度苛求 可是這些平凡人他們所受到的社會的待遇 如果又不一樣的話 會不會使得他們性格中 或者是說人性中比較不好的那一面呢 就被強化出來 以至於變成魚眼睛 怎麼說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古代女人結婚之後啊 她會受到什麼待遇 第一個 她是不是很辛苦 她要做人家的媳婦 你們在禮記裡面說做媳婦要怎麼樣 公公婆婆的話 你必須要什麼 百依百順 對不對 你要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等等等等 我看過那一段之後 我真的覺得天啊 我一輩子不要嫁人 那真的是完全壓抑自我的一個身分 然後你是不是要做人家的妻子對不對 那妻子是不是要以夫為天 你們知道丈夫的夫這個字 古人從殉骨上面呢 附加了性別的不平等概念 就是說夫這個字就是天上面突出來嘛 所以夫就是妻子的天 那天是不是最尊的 對不對 所以妻子之道要臣服於這個夫道之下 好 然後呢 她是不是還要做人家的母親對不對 這個女孩子做人家的母親 做母親當然就稍微有一點權威了啦 可是養小孩很辛苦欸 知道嗎 柴米油鹽降塑 她要包尿布 古代還沒有尿布等等等等之類 然後還有各種柴米油鹽降塑 所以你就知道這次女孩子 一旦進入婚姻當中 她是不是幾乎是沒有自我的 好 然後就操辭各種鎖鎖碎碎 完全對你的性靈提升 對你的知識增長 對你的人格提升 完全沒有關係的那些鎖碎的雜事 好啦 久而久之 性靈更加耗損 本來你作為一個天真少女 所擁有的那種自然清新 當然就是這個喪失待盡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孩子是這樣子的話 也許不會變成魚眼睛 會讓她變成魚眼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待遇 就是因為這個婚姻對她 也是沒有保障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七出之條 她怎麼樣給女性一種 非常強烈的不安全感 她為一個婚姻完全付出自我 可是她獲得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喔 原來她獲得的東西 背後還有那麼多的 很難達到的條件 而且很多是非戰之罪 但是要承受這些七出的一個後果 那是什麼呢 來 你們要記一下喔 什麼叫七出 我先解釋一下 七出就是在合法的婚姻當中 七個可以名正言順 把妻子給休掉 趕出夫家的合乎法令 合乎語論的理由 你只要有這七種情況 你就可以被趕出家門 然後呢 這個夫家完全合法 而且呢 社會語論也支持 那總共有這七種喔 那這個七出之條先解釋一下 我們學者追蹤歷史 發現到一個現象就是 七出之條的實際上在社會上的運作 那是在先秦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這很早 這個非常早 大概有父權 社會就很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那麼漢代當然不用講 漢代裡面寫了一些棄婦詩 你們都知道什麼上山踩泥舞啊等等 那很明顯嘛 還有那個孔雀東南飛 這個都是很經典的愛情倫理家庭大悲劇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我們學者發現 這個七出之條實際上社會運作 已經越來越普遍 形成一個主流 那什麼時候行諸文字變成法條呢 唐代 唐代就很明確 他們的文獻上面 已經清清楚楚記載了所謂的七出 那你們就可想而知囉 接下來的什麼宋元明清 那完全無可逃脫天地之間 那麼哪七出呢 第一條就是無子 沒有生兒子要注意 生女兒不算數 因為女兒是嫁出去的 不屬於我們家的 不能繼承香菸的 不能繼承香火 香菸香火都可以 所以你一定還要生出兒子來 沒有兒子呢 那就看夫家有沒有情義囉 如果有情義就留著你 我另外在那妾嘛 對不對 因為古人可以三妻四妾 那我為了要有個繼承人 你不行可是我還對你有情有義 我就保留你作為嫡妻的身分 我另外在娜妾在多子多孫嘛 對不對 沒有情沒有義的呢 就把你趕走嘛 因為這是一條合法的 一條不成文或者後來成文的法規 那可是現代人我們都知道了 要生兒育女 其實決定權是不是在男性身上 也不能說在男性身上 男性自己也沒有辦法解決對不對 誰游得快誰知道嘛 所以呢 這個是沒有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荒謬 一個真的是非常荒謬的一個 一條一個觀念 所以這是無子 第二個呢就是銀意 好 這個銀意 當然銀意請你們不要從字面去看喔 從字面去看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條還好嘛 好像是很違背道德的事情喔 可是你們要注意 對古代對女人的那個真跟銀 真跟銀的真是這個真喔 你是真潔或者是淫亂 他的標準是非常寒穩 而且其實是很寬鬆的 你們知道嗎 尤其在明清喔 如果一個女人竟然寫詩寫詞 宋代好像也是 一個女人寫詩寫詞就是不真的行為 你們大概不知道喔 所以那個宋代有一位女作家 女詞人 跟李清照一樣的重要 但是一般人比較少知道她 但是她對於反映這個問題 其實比李清照要來的重要的多 叫做諸淑貞 諸淑貞她跟李清照其實很重要 她裡面就有講到 女子弄文誠可罪啊 你看她是宋代耶 她說女子弄文 就是你去武文弄墨 你去創作詩詞 這一種無關現實無助於夫家 你不能幫夫運 你不能促進這個家族的現實利益 的這些文字的一種 一種喜好 好 那麼就誠可罪 你看用個誠字呢 就是實在非常的意思 所以你看她是一個罪過 要注意 因為古人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注意喔 不只是中國的古人喔 西方人也是這樣 我看過相關的研究 西方人也是這樣認為 他們覺得一個女人呢 如果受太多的教育 反而會影響到她做一個賢妻良母 所以在座各位女同學 在古代沒有人要娶你 因為你受過太多的教育 你不能做一個好好的賢妻良母 所以他們有這麼很奇怪的觀念 那你如果還去弄那些 好像風花雪月的詩詞 你們知道嗎 在明清的文人眼中啊 一個女人如果太愛好 創作詩詞這種風花雪月的東西 你這個人就是 紅杏出牆的機率最高的一種人 對 因為她覺得你沒有謹守 那個復道 那個歸門的限度 這樣知道嗎 那當然這中間有他們的邏輯 我們現在不討論 我只是把那個結果告訴你們 所以所謂的營意要注意 不只是我們今天說的 什麼那一種外遇之類 還不至於到如此嚴重 就已經是七初可以去執行的了 好 這個請你們要注意 那當然還有不要忘記 古代的女性是不是 應該要男女瘦瘦不輕 這個在孟子裡面都有辯論過的問題嘛 所以她的營意甚至有可能 你不小心跟一個男孩子碰到了 你就可能是營意 好 所以你們要注意喔 這裡面的七初 是要用一種非常寬的方式去認定的 然後呢 我們要休息十分鐘嗎 好 先休息還是先把這個講完 我先把七初講完 好 那仔細的解釋等一下再說 第三呢 是妒忌 所以你不可以妒忌 果然他們都知道再怎麼樣的人 再怎麼沒有受教育的人 還是有人性的 好 你愛的人盡量也同時愛別的人 你要跟別人去分享一個你所愛的人 誰會不妒忌嘛 可是你不行為了要維護 這個父權的利益 所以女人呢 請你們壓抑你們天然的人性 好 這個一個是妒忌 然後再來是那個竊道 好 這個竊道也一樣喔 不要用一個非常嚴格的角度來看 這個竊道其實要很寬鬆的來看 簡單說 一個女人嫁到夫家 你的一切都屬於夫家所有 如果你竟然嘗私房錢 這就是竊道 好 因為你把夫家的東西據為己有 好 這個就算竊道 然後呢 第五條就是口舌 就是你口才太好 好 或者是他愛講話 這個口舌不只是搬弄是非 不只是三姑六婆的東家長西家短 不是喔 就是你口才太好 滔滔不絕 結果你的丈夫跟你一辯論 竟然還輸了你 哎呀 你這個夫為妻子之天 你竟然讓天這樣子的丟臉 不守父道 這樣懂嗎 好 這個是口舌 第六個是博士舊姑 就是你沒有好好的侍奉你的公婆 那這個當然啦 反正他娶進來有一個重要的目的 就是幫助丈夫來孝順他的父母親 這是博士舊姑 然後呢 第七 請注意一下 就是呢 你得了惡疾 你得了一個嚴重的疾病 那麼你也可以被修掉 好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些 這個說法真的都好奇怪 把女人是不是都當作工具對不對 想想看嘛 腦海裡面設想一個物品 比如說腳踏車好了 腳踏車 無子 對不對 腳踏車也不會淫逸嘛 對不對 對嘛 不會嘛 那腳踏車也不會妒忌嘛 你有三四台 七八台 他都無所謂 對不對 一樣忠心耿耿 腳踏車當然不會竊刀 他只是努力為你服務 腳踏車當然不會講話 對不對 你在怎麼樣的欺負他 他也不會有反應 腳踏車當然不會不適救顧啊 你還要叫他做什麼 他就幫你做啊 所以我每次有時候趕很快 騎很快 我就覺得對我的腳踏車很對不起 是這樣 好 走而言之不是救顧 還有當腳踏車壞掉了 對不對 有一天他總久會壞掉 又可以名正言順把他丟掉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全部是工具價值 然後全部把女人當作是一個 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的一種看法 而且完全都是為了服務這個男性而存在的 而且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七書之條簡直就是 用我們今天的一個概念來理解的話 我覺得這個七書之條對女性而言 就有如今天所謂的在滿 片面罪惠國待遇的不平等條約 好 婚姻是真的是片面罪惠國 全部都是為男人設計 片面罪惠國也完全是不平等條約 所以你想想看嘛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有如上方寶劍 意思就是說 七書我可以不拿出來 修掉這個七子 但是我一拿出來你必死無疑 懂意思嗎 所以古代的女人你看 她活在一個充滿了不安全感 不平等的這樣的一個處境 你認為她最後可以依靠的是什麼 生兒子嘛 對不對 可是兒子不一定生出來嘛 那如果生了兒子 他是不是要好好保護他這個兒子了 因為這是他將來地位 唯一的一個依靠 對不對 那假如連兒子都沒有 你說他唯一能依靠什麼 當然就是錢嘛 對不對 以至於那些魚眼睛們 為什麼越老越把錢看得真 除了人老了 本來因為就是人生 人性 那麼到那樣的一個這個夕陽無限 好不一定了 夕陽已經出現的一個階段 我們人本來就會有不安全感 然後就會容易特別依賴物質的那一種保障 那何況女人更加在這種處境裡面 所以她的貪婪好像也有一個非戰之罪的 這個歷史原因 那各位你們都知道 好像是孟子還孔子說的嘛 人年少之時怎麼樣 血氣方剛 戒之在 你們四書沒有好好唸 不是 是戒之在窦 是窦 然後後來才是戒之在色 然後人如果老的話就戒之在什麼 德 有沒有 人老了就會有一種貪得無厭 好 這是孔孟他們就觀察到的人性 那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人衰老了你真的是知道說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依靠 然後你就會特別想要有這些物質上面的 這種支柱你就會比較貪心一點 那你就可想而知 那女人也會老 何況女人在性別待遇上面 又有這麼多的不公平的一種 所帶來的不安全感 所以她越老越把錢看得真 好像也是不能夠完全是歸罪於他們 對不對 好啦 所以這七書之條 各位想一想 我們的王熙鳳最後被預告是要被休憩 你們告訴我他犯了哪一條 現在來告訴我 感谢观看